其實我自己的家庭其實是藍的 哦 對我其實我本來不知道 我到了三十幾歲 我到了三十幾歲 現在還是鐵藍嗎 我覺得有點動搖 哦怎麼說 我稍微覺得有點動搖 但是他們本來真的是蠻鐵藍 所以我覺得我想要在這邊 跟藍的家長們說一些話 哦什麼話 就是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蠻好笑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女兒 她問她爸爸媽媽說 我可以給你無限的一千塊 但是你每次拿到一千塊的時候 你的敵人就會拿到一萬塊 你願不願意 大家想像你最討厭的那個敵人 你可以跟我拿無限的一千塊 我每次給你一千塊 他就會拿到一萬塊 你願不願意 這是好問題耶 但如果我不考慮他當然OK啊 他拿歸他拿我拿也可以 這是因為你比較peaceful 你比較peace一點 但是大部分人你想到說 我最討厭的那個人 哇靠他每次都會拿到一萬塊 我一定不要 對 那我覺得這其實就是有點像是現在來贏的心態 OK 對 但是我想說的是 你的敵人不是柯文哲 是 他就不是柯文哲 嗯 你怎麼想你的敵人都不是柯文哲 嗯 對 那 就是這位同學 這位同學 才是你真的要擔心的人吧 嗯 那你今天 嗯 我覺得 我 你知道 Mike Tyson嗎 呃 泰森拳王 對 泰森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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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個教練 叫做Custom Model Custom Model 是 是非常傳奇性的教練 OK 那他今天就是說 他有一句話就是說 呃不管別人 不管任何人說了什麼 不管你的藉口 或者是你的解釋 只要一個人 呃 What a person does in the end is what he intended to do alone 就是說 呃 這個人最後做了什麼 嗯 就是他一直以來 都企圖要做的事情 對 嗯 那我覺得 今天不管侯友宜說 呃我不要講侯友宜 我就想說 來贏啦 嗶嗶嗶嗶 就是各位 對可以靠嗎不行 這是來贏 Anyway就是說 你 你可以講 我們可以argue來 我們可以在這邊討論 argue all day 說這個數字怎麼樣 這個數字怎麼樣 這個數字怎麼樣 那很我覺得很明顯就是 我不討厭來贏的人 我我只是想說就是 今天柯文哲 他是壓了一個東西到桌上 嗯 我今天把我的這個 選舉的這次的結果壓在桌上 嗯 我讓三趴嘛 嗯 我們來比贏嘛 沒錯 我是真的會輸的 我是真的有可能會輸的 對 因為我真的賭下了我們這 全部大家就在這裡 然後大家幫忙他 對啊 然後所有的選民的意願 所有選民的意志 跟大家在這邊工作的人的幫忙 他把他壓在桌上 說我們來比三趴 他真的丟了一個東西在桌上 嗯 我看不到藍營丟了任何東西在桌上 哦他們有丟啦 就是 你沒有丟嘛 你丟了就沒有丟嘛 對 對 我們今天來比賽 OK 那我們69個人 你11個人來我們偷偷看 你真的當大家都 對 那結果就是我贏 或是你輸 給我邏輯嘛 給我一點邏輯 拜託 那因為我覺得說 就是你如果今天做這麼不 不明智的選項丟出來的話 你對於雙方的選民其實都不好 沒錯 都不好嘛 你的選民你在這邊 說白的怎麼樣 但是他們心裡也知道你就是 你為什麼不出來啊 嗯 我們等你等了八年不是就是 來 藍營終於丟了一個戰將出來 來上吧 去尬一下 你就是不出來啊 嗯 然後 拜登這邊又 我們又要很按捺 因為我們也想要你們合 因為真的合作的話 假設 假設真的說 我們贏面比較大 嗯 可以達成目標 政黨輪替的贏面比較大的話 白明蕾也想要很 我覺得也是要提醒大家理智啦 就是我們不要在那邊就是 測對方 那對面也不要一直想的就是要 測白的這一邊 因為我們今天大家在講的是一個 融合 是一個 不要像以前一樣的 我們這些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我們都被騙很多次啊 嗯 大部分人都被騙很多次吧 嗯 嗯 你今天 反送中 超恐怖了吧 誰想被反送中 我就問你 對啊 你想被反送中嗎 當然不要 不要吧 那你今天你站出來 你說哦 獨立 哦好啊 那你是這樣 你挺我們的 那我們把票給你了 嗯 然後我們又被騙了 嗯 那所以 我前幾天就在想 我前幾天早上起來 然後我就寫了一封信 就是 哦 就是 寫給誰 哦 就是氣起來 就是 發洩吧 其實這整篇信 我覺得 我 反正 我只是想說 家長常常會看著我們年輕人說 哦 你們你們就是笨 你們被騙了 嗯 哦 你們會被騙 我上次看那個一個頻道是什麼 寧觀 哦 你們年輕人就被騙 你們年輕人就被騙 嗯 然後那時候 我隔天 我就是 我其實心情很平靜的 看完那一段時候 我只想問 為什麼被騙是我們的錯 嗯 是誰 我們年輕人被騙 為什麼是我們的錯 嗯 你會被 看一個詐騙受害者 然後你問他 你為什麼被騙 嗯 這不是莫名其妙嗎 嗯 你們是家長 你們都有小孩 我講的是所有的這些 上面的政府官員 所謂上面這篇 新聞媒體 嗯 我知道你們有營業的成本 你們必須要顧 但是 我們被騙 不就是你們騙我們嗎 嗯 你為什麼怪我 嗯 那講到最後 好 anyway 我只是想說 為什麼挑白色 為什麼挑柯文哲 嗯 因為我還沒被他騙過 欸 來嘛 簡單粗暴沒錯 嗯 就是這樣嘛 嗯 你今天藍綠你要跟我講半天 你到底要講什麼 嗯 講了幾十年了 還不夠嗎 嗯 我還沒被白的捅過吧 嗯 來賓點播動力火車的我很好 對我很好 對 最近不是有藍白盒歌單嗎 我很好 差不多是這樣 過去不管是郭台銘跟侯友宜是怎麼出現的 全民調啊 全民調啊 當然也有他的黨內投票 但是那種比例的問題 對 那現在提出的全民調 如果 國民黨要因為想要贏柯文哲 就開始否定民調公司 否定民調的機構效益 否定民調的所有的這個客觀數據 那我就問國民黨以後要不要用民調 嗯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很重要今天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個馬英九前總統都出來呼籲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指標 我們有選國局的人都知道 你選舉的方法有很多 嗯 但是你會不會為了你要選舉而出這種奧幕 把自己的人格 把自己的品牌跟信任都拿掉 就為了要去獲得眼前的利益 嗯 國民黨不可以走上這樣的老路 嗯 你可以大大方方向我們都很贊成 我們願意跟整合 願意比 那如果今天真的在總統格局上面 層次上面沒辦法整合的時候 我們也要接受 為了達成最終的目標 可能在某種程度上 像畢如節選區就是示範選區 對 藍白要怎麼樣用和平和諧的方式 去達到那個共同的目標 是 而不是選民進黨在這一群在野裡面 製造虛擬的敵人 嗯 這是非常可惜 我也先說我的結論 我是蠻大膽講的 這也是第一次講 怎麼說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看起來 不只是要引何文哲 對 各個山頭還想要贏過彼此 擔心今年最後1月13開票出來以後 嗯 每一個人要成為 輸掉大選的罪人 嗯 國民黨也不是沒有什麼國心國青 在野大整合 曾經輸過 嗯 這個 泱泱大黨最麻煩的是 他們像是過去的朝廷文化 嗯 民進黨我們都說他是幫派文化 派系鬥一鬥鬥完以後 對 每個出去就會站在一起 不能欺負我們家 對 國民黨比較像是公廷公眾 爭嬛賺 沒錯 每個表面上何何必 私底下呢 暗潮汹涌 暗潮汹涌 我怎麼覺得國民黨現在越來越像 不只是要幹掉柯文哲 反而是希望在黨內裡面 開始先做提前的派系的佈局 全力的平衡 對 只為了65天以後 管他誰當選總統 但是自己在國民黨還是要擁有那樣發生的地位 其實這是最可惜的 也是把我們剛剛所有提到 台灣現在的困境 每一個世代希望改變的問題 都拿 都放掉了 拋出老後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 把政黨利益放在所有人的利益前面 對 這非常的可惜 所以還是奉勸國民黨 我覺得我喜歡看棒球 九局下半 兩好三塊錢 都有機會逆轉身 那你覺得現在九局下半了嗎 九局下半 我一直都說 我一直都舉例 我上次畢如姐的節目也舉例 我說現在兄弟爬山到山頭了 對 原本大家萬眾矚目 山頭中間每個人拍拍一手 看到你們很清晰 現在喉根科站在山頂後 大家越看越模糊 然後空氣越來越稀薄 但是還是有一線生機 好不好 背著氧氣瓶都應該要努力